崔永元又涉及范冰冰,说范冰冰不压照。 一个时代的呐喊者为了真相勇于冒险的崔永元自今年5月份一纸发文揭露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以来整个娱乐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近日有媒体刊报报道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在审理机关丢失此报道指出多位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确实曾发生卷宗丢失情况并且在作出判决前一年的2016年11月下旬该案案审全部卷宗一次性丢失是发地点正式审理该案的有关单位。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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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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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崔永元也真的是很刚明知道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会有很多人针对自己甚至是一些有形无形的压力但还是不停的爆料就像广大网友们说的崔永元是正义的话身对此大家怎么看待崔永元景期的此次发文呢